紧急着咱们看一句咳嗽绕道根 有的就是一些人一进到春天里边 坑咔就咳嗽都没完没了 自从历春那阵感冒好了之后 这咳嗽就没停过 成天坑咔的 感冒是好了 咳嗽留下了 一天天咳了连觉都睡不着了 郭老师 您发现有一些人最近的咳嗽呢 属于历史一流行咳嗽 人感冒都好了 别的没有别的症状了 就咳嗽留下了 最近这个季节一交换一更替的时候 感冒的人还多 他这咳嗽也就勾起来 到处咳嗽的 这种咳嗽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种咳嗽我们一般管的叫劳咳 我就听说过一般什么热咳寒咳 这个劳咳到底是个啥 是不是干活干多了 觉得很疲劳 劳这个字我们一般说是劳动 但是从疾病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长时间 一个反复的 疾病反复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劳咳呢 就说明你有老的咳嗽的底 没有好反复出来 那么为什么春天的时候容易 劳咳能出来 自然就有一个特点 最上边就要往下来 最底下就要往上去 这就叫阴阳相合 那肺气要往下走 如果春天随着肝气生发 肺气也往外生了 也往上生了 那肺气一上去怎么样呢 不是咳嗽就是喘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肺的功能要不好 让肝气往上一生发的话 给它带起来了 那就终于出现咳嗽 这就叫劳咳 劳咳说白了 肺的本身基础是弱的 对 这个劳咳一般讲是由肺影响到其他的脏腹 如果要单纯是一个肺脏的话 往往好治 常年累月的咳嗽不好 它不仅仅是个肺的问题 一般在临床上绝大多数 多数是出现什么呢 由肺及脾 由脾及肾 肺脾 肺脾三脏的功能都不好 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 民国的时候有一个中医大奖 叫张希纯 张希纯的学术思想 近二三十年 我们中医界人研究它的越来越多 确实是近代中国医学史当中的一个少见的一个大奖 那么在张希纯的著作当中 对这种劳咳就有过非常深入的一个论述 就认为这种劳咳绝大多数是折制于肺脾肾三脏 而张希纯本身民谊对于肌内筋这个药物也非常擅长 它非常擅长的有几个药 包括这个酸鱼肉 包括生石膏 包括这个肌内筋 所以说我其实今天 给大家做的三样的食品当中都有肌内筋 也是受到我们近代名医 张希纯的一个学术思想的一个影响 谢谢大家